再见中国女排 蔡斌彻底弃用天津功勋 球衣易主 郎平孔人走茶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 众手周知 那么目前的中国女排 已经官宣了24人大名单 接下来将会参加6月初 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 作为2022年中国女排的 头一次的一个参加国际性大赛 这一次比赛的重要性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话 有必要的去获得一次 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才能够去提升球迷的信心 也能够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士气 因为我们知道 就下半年中国女排 还要去征战非常重要的士气赛 所以这一次 如果说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 获得好的成绩 也能够帮助这一次新兴的球队 能够去提升他们的信心 能够以更好的一个状态 去面对后续的一个比赛 当然从目前来看 就在这一次公布了24人大名单之后的话 尽管说这一份名单 大部分的球员 很多球迷也都满意 但是唯独有一个人落选 让蔡斌这一次确实是饱受争议的 从目前来看 这个被放弃的就是天津的功勋二船 摇底 我们看到摇底本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那么在去年的话 还能够拿到联赛最佳二船 而且他本身其实说实话 在现役运动员当中 虽然说他是一个老队员 也是郎平的爱将 那么确实是年龄稍微偏大一点 但是可以说 他依旧是整个国内当中的二船水平最好最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没有能够看到他出现在中国女排的这份大名单当中 也确实是非常的意外 而且从目前的一个整体的大名单 细节当中来看的话 有一个细节 证明了蔡斌已经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彻底气用这个天津功勋摇底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份大名单当中 其实有一些球员的这个号码牌是被保留了 即便他们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球衣是给他们留着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包括朱婷 以及张长廷他们的一个球衣 都是被保留了下来 那么唯独了 我们看到姚迪这一次他的11号球衣 是被另外一个年轻的球员给取代了 这个球员就是王毅竹 在此前其实就已经传出类似的一些传言 就说王毅竹要替代姚迪拿掉他的11号球衣 那么之前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猜测 没有想到现在真的是这个说法完全成正的 所以从这个细节来看 也就证明了 接下来姚迪他的位置的话 已经给王毅迪拿走了 那么之后他再回归中国女排的话 可能位置就会非常的尴尬了 所以接下来 从这个细节当中 很多球迷就猜测说 接下来他想要继续重回中国女排 那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了 所以这次随着姚迪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女排的大名单之后 有些球迷也感叹说 郎平这次恐怕真的是人走茶凉了 随着郎平下课之后的话 那么关于他昔日的一些爱将以及功勋老将 也基本上很多都缺席这次比赛 要么就直接退役 那么这一点要很多球迷确实是有些一难拼的 那么对姚迪来说 这次没有办法去出战中国女排的一个比赛的话 后续他的整体安排 也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疑问 没有办法在国家联赛当中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接下来他的状态问题到底如何 也确实是备受关注 当然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可能他们拥有这份名单 宣布这份名单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考虑 因为前段时间姚迪去请假 没有参加一个集训 所以可能在状态方面没有得到保证 所以最终可能就被替代了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其实还是要尊重中国女排的整体决定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辜负我们的信任 在这份大名单当中 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如此一来 即便是姚迪没有能够入选的话 那么球迷可能也能够释怀了 所以接下来还是希望中国女排好好加油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